情况其实已经完全改变了 我们已经是教育学院 也要升格做教育大学 还有我们现在已经没有 只是持有文凡教师的资格 入职的教师很久了 所有的老师 就是99%的中学教师 其实都是同样地持有学位 97%的小学教师都是持有学位 他们得到的一个不同的待遇 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尽快去解决 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再持有学位的教师 去到学校那里被屈就 要继续担任文凡教师 我们要求中学教师方面 能够一次过解决这个问题 尽快能够解决 能够所有的老师 只要他合乎资格的话 他都可以成为学位教师 小学方面 我们都希望能够在两年之内 能够全部合资格的老师 成为学位教师 这一点是我们的要求 我们希望如果能够做到的话 能够趕得及 在今年9月之前能够做到最好 否则的话 也应该尽快实施的 这个是我们的要求 除了学位教师之外 我们还有其他一些的诉求 我暂时在这里停一停 请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随便罚 理论一下 Would the teachers explain why teachers can be established from the current salary practices, and also when the arrangement will be implemented, and what they can learn? The problem now we are facing is that we have the same qualification. But the teachers receive different salaries and different reward systems and they are separated into two distinctive systems. one is the graduate teacher system and the graduate teacher track and the other is certificate teacher track and we don't think that is fair so this kind of unfair system an unfair arrangement actually is very frustrating for many of the teachers so we are asking for a fair treatment of all teachers if they have the same qualification they should be arranged in the same track and also receive the same salary and that is a very urgent issue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overcome very easily because the tracks are already there they just make a decision and all the things can be changed automatically so we hope that for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we hope that in one off all teachers will receive no graduate teachers rank and then for the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it should be done within two years question judge 就按照中委数来计算 至于额外的这笔钱用起来的时候 我们应该这样去看 其实这些老师基本上已经有学位的 是被人为地 是编排了去做一个较低的文凡教师的职位 过去其实是政府在规待这一批的老师 也就是说所谓的额外这笔钱 其实是过去应该要给的 但是过去省了 现在其实只不过是做一个基本的 应该要做的 也是合乎公义的一个公平的做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是额外花了钱 而是做一个应该要做的事 现在这个也是其实教育界非常强烈的共识 就是我们应该同工同酬 现在在中学里头 我刚才说过 有99%的教师都已经是取得学位的了 只有1%是没有的 但是在编制上面 目前它是规定了只是85%的教师可以做学位教师 人为地有15%的老师就非于无奈地要做这个文凡教师 这个是换言之这15%的老师只要他拥有学位资格的话 我们希望他都能够做这个学位教师 在小学方面呢 97%的老师都是拥有学位的 但是在编制上面呢 现在只是容许65%成为学位教师 所以我们希望正如的35%的小学老师呢 只要他有学位的话呢 他都可以成为学位教师 那个申筹方面呢 其实在起身点方面呢 那个相差呢 就不远的 就是文凡教师和何伟教师的 但是呢 文凡教师和何伟教师的顶身点呢 就有一个差别 这个差别呢 都是较为明显的 所以那个其实呢 就是说 当老师转了制的时候呢 他长远来说呢 那个待遇呢 是会有改善的 因为是要有中一个学习画的 对方的学习画的 确认率是有中一项的 对方的学习画的 对方的学习画的 我个人的学习画的 就是不可观察 因为这个地步 中的课程 tofu区,是 took over here ogadrib Lang时候 graduate teacher's track is over here and for primary is here you can compare the starting point is quite similar for all treks 一波一波二波的地方 but for the maximum 总结的设计,会得更低于学习的设计。 所以,我认为,在长期,会得更好, 设计设计会得到学习的设计, 所以他們能獲得同樣的成績 作為學習學生的成績 企务協會不堅持續發展 以前我們曾經有兩套系統 因為兩套系統有兩套系統 一套系統一套系統一套系統 一套系統一套系統一套系統 但現在的情況已經改變了 已經在兩套系統一套系統 但政府不可以保持新改變 所以他們維持了一套系統 這是不正確的教授 現在兩套系統都要接受了學校的通知 可能有一個教授上會的標準 另一人獲得證明,而另一人獲得證明, 這是因為運氣, 而不是因為他們的功能, 而不是因為他們的功能, 所以這是完全不正確的, 所以我認為政府必須 改正這些問題, 所以要維持著最新的發展。 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們現在要矯正一個過去的嚴重失誤 就是過去我們在規待一批已經擁有了學位資格的老師 但是他們在拿著文憑教師 被人為壓抑地 他們在拿著低一點的人工 低一點的職級 這種情況是需要矯正的 所以其實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我們要矯正這件事 令到他們拿回一個合適的待遇 所以這是一個公平的問題 這個其實跟他們的表現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知道很多文憑教師其實表現都相當之優良 相當出色 他們其實做好他們的工作 他們應該得到的待遇 他們就應該得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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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